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15日 星期一 今天是大年初四 港股今天沒有市 要明天初五才有市 但是 最近這個市場上很關注一家公司 恆大汽車 708 這家公司 很誇張 他 從來都沒有賣過一架新車 甚至乎 都未能夠量產 但是 已經是炒到超過5000億市值 大家沒有聽過 沒有聽錯 是5000億市值 恆大 那個 他研發汽車 大家聽過恆大 做房地產的 最近 就開始搞汽車 因為恆大造車的新聞 是不斷有消息出來的 而恆大汽車的股價一直升 升得很誇張 很多人問 為甚麼恆大一架車都沒有賣 就會被人這樣看好呢 成為全香港第二大的汽車股 僅持於比亞迪 比亞迪更誇張 比亞迪已經在賣 生產電動車 而恆大汽車 就是因為炒新能源汽車的概念 而炒到現在有5000億市值 為甚麼恆大可以成為 全香港港股 第二大的汽車公司呢 這個是市場的說法 我們首先跟大家說說 之後我們分析一下 究竟泡沫 其實可以維持多久呢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 黃金二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 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當然啦 支持原有的五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以費贊助 在1月24日的晚上 恆大汽車發 報告 發公告說 5個交易日的平均收市價 折讓8% 向6個投資者配售9.52億新股 合共集資 260億港幣 當時 就有 很多名人參與 包括 大樓的老婆 金比 入股了30億 好了 配股之後 反而更大升 恆大本身持有74.95%股權 持有恆大汽車 這次 配股之後 持股之後降到67.64% 而這群人 每個人都賺大錢 因為入了股份之外 現在升了整個開 好了 為甚麼恆大汽車可以炒得那麼厲害呢 這個也是 現在 市場上熱炒的一件事 就是新能源 加上汽車概念 電動車 電動車的概念 恆大汽車目前在全世界擁有10個生產基地 同步研發14款新車 其中6款已經發佈了 計劃快速籌建展示的體驗 銷售 維修售後服務三大中心 包括36個展示體驗中心 168個銷售中心 憑植房車 這個 房車寶平台 2000多萬全民經紀人 3萬個線下銷售中心 網絡 很多人都會說 很奇怪 恆大一架車都沒有賣出去 為甚麼會有人 這樣看好呢 好了 恆大 那個股票 那個汽車的股票走勢那麼厲害 大家都會心想 一架車都沒有賣出去的 為甚麼可以成為香港 股票 第二大的汽車巨頭呢 有甚麼原因呢 因為 現在市場上的那種解讀 大家要用一種 現在市場上的說法出來給大家聽 大家認不認同呢 沒關係 我待會再分析 市場上就說 現在分開新能源汽車產業 以及傳統的汽車產業 大家的看法不同 而且 有根本性的不同 為甚麼呢 因為在美股市場上 豐田汽車和Tesla 大家都是在汽車上的 銷量相差很大 豐田是賣得很多 而Tesla賣不到豐田的數量 但是豐田汽車的股價 以及Tesla 有很大的差異 Tesla的股價遠遠高於豐田汽車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因為新能源汽車 是代表未來科技的一種發展方向 而這個市場 預期它的方向是很大發展的 這個新能源汽車 在本質上 其實就是汽車的一種 但是兩個是屬於完全不同的跑道 因為用傳統汽車的估值 去看新能源汽車 你會發覺完全看不明白 而新能源汽車 之所以是這樣 因為它是結合一個智能的東西 以及 它的續航能力 或者是不斷地改善 以往的電動車 續航能力很弱 沒有多久就跪低 或者是要塞充電 但是現在的續航能力已經比以前強了很多了 而且充電的設施也越來越多 但是為甚麼都可以支持它升得那麼厲害呢 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 它那個投資市場 是看好這個東西 而且願意付出更加大的日價 有人說會看好這個恆大汽車將來的表現 那麼當然這個是市場 會不會過份預期得好呢 這個我們也覺得很誇張 即是你預先炒貴了那麼多 吉里汽車 兩千多億 三千億市值 吉里汽車人家做了很多年 華晨只有幾百億市值 廣氣集團也是幾百億市值 然後就是長城汽車 也只有幾百億市值 但是為甚麼你可以這麼貴呢 別人也有電動車 別人也有新能源車 別人也在賣 在做生意 這個就是一個 炒作 我個人覺得恆大汽車絕對是一種炒作 他最近發佈了一個新消息 令到股價再升 這個是 2月10日 即是上星期四 他說 設計 研發能力超越一眾同學 短期內接二連三推出新車 在10日 恆大汽車的線上正式發佈 恆池 7、8、9 三款全新的車型 體現其技術在先設計先行 的造車理念 消息公佈了之後 恆大汽車一度就升 升20% 市值已經達到5,223億港幣 當時 恆大汽車說向外 重視產品的外觀設計 樣子要很漂亮 流線型 為此恆大集團 許家印還親自去訪問歐洲 美國 日本 找到遠山公固 然後就是其他的 15個行業頂級設計師達成戰略合作 共同研發新款的車型 純粹是看樣子 這次恆大汽7 是純電B級豪華轎車 然後恆大汽8是純電C級豪華轎跑 即是跑車 恆大汽9是屬於純電B級豪華中型的車 三款車型的設計 兼具時尚感和科技感 看起來好像很高科技 究竟是真高科技 還是純粹是一個普通電動車 恆大汽車19年 進軍新能源汽車到現在 一共推出9款新車 去年8月初 恆大汽車發佈了6款車型 加上今天最新的3款 產品巨震 全面覆蓋到A至D級所有級別 以及中型轎車 中大型轎炮車 緊湊型SUV 中型SUV 7座位的MVP等車型 到現在為止 所有的車都未進入量產 可能做了部分 十架八架 據悉恆大汽車 目前已經按照工業4.0的標準 在上海廣州兩個生產基地啟動生產 首款車型恆池1 計劃在上半年試產 試生產 預計下半年可以實現量產 另外恆大汽車目前已經啟動了冬季續航測試 並公佈自主研發的動力電池量產計劃 提振了市場和投資者信心 但是 現在還未出現之後 就已經炒到這樣的價錢 如果車一出來賣 賣 賣得很遠不好 已經反映了所有價值 所以 這種市場炒作 我們反而覺得是太危險了 你反而現在市場有那麼多種車股 比亞迪 幾千億 太貴了 有人就說 Texla 更貴了 Texla 幾萬億市值 比亞迪 照樣可以有得炒作 現在全世界就是炒美國股 大陸股 大陸股就是中共造裝 加上 他也是跟美資大鱷 或者華爾街大鱷 基本上是合作的 是一個夥伴關係 所以 現在全世界的焦點 以及基金持有那麼多貨 基本上就是貨源貴邊 任由他炒 恆大街貨只有20%多 這次再配給那些全部都是自己有的 那些捧場客 一定是不斷炒上去的 街貨有多少呢 街貨就不太多 所以 在貨源貴邊的情況下就任他 不過我覺得如果老散在跟 那個風險很大 大得很厲害 如果你要買車 你不如買實實實實的車股 如果要投資的話 剛才提到很多大陸的東西 東風 華晨 又有廣氣 然後又有長城汽車 吉里 這些全部都是在做生意的 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看看哪個好一點 哪個 機會大一點 現在炒到幾千億市值 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那個泡沫是大到不能再大 當然他可能會繼續炒上去 不過 買下去的風險就很大 你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散給你 到了 人們忍不住去買的時候 他可能會散給你了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危險 我自己就不會去推薦買這些 如果要買這個 不如去買一下廣交所 更穩固 接下來 這個廣交所 我之前也說過了 其實 已經由一隻 金融股變成一個賭場股 變成一個 網上的賭場 全世界的賭場 現在也開不了門做生意 但是廣交所可以 所以 廣交所變成一個網上賭博股 已經變身了另外一件事 這個不是推薦大家買的 如果有閒錢就買吧 沒有閒錢也不要亂拼命 這一節我們說一下這個泡沫 我們也不看好 先說到這裏 拜拜